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个课的安排的是这样 就是第一讲我们讲两次四课时 然后第二讲是关于讲话 就是延安文艺中文艺讲话的方向与革命文学的范例 这个呢讲两次两个课时 然后是建国初的文学运动 我们讲两次计划讲四课时 这里面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包括第一次文代会 那么还有胡无风 那么还有这些《笑脸梦》的批判 还有电影《五星传》所从龙梦的批判 后面我们再一点点介绍 那么第四讲呢 我们讲现实主义 因为这个现实主义呢 是我们当代文学的 可以说是一个美学方面的主导规范的 这么一种创作方法 所以呢它也包括了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所以这个呢我会谈一谈 虽然说理论的问题可能枯燥一点 但是还是很有必要谈 那么我会对现实主义的一些起源啊 发展啊 以及对胡说的批判 这些结合起来谈 这个只谈一次 两个课时可能分析 那么第五讲呢 是谈这个 一旦是十七年的文学 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文学图符 这个是指了十七年的 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体裁的作品 大家学了当代文学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作家 都是这个写农村的 或者来自农村的 只有农村他在写的得心应手 那么写到城市呢 他就力不从心了 所以农村市的 可能要在座的80后90后 靠你们来写啊 但是呢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呢 他却是在对农村的叙事中 达到他的一种高峰 这个农村阶级斗争呢 我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其实这里面隐含呢 我对社会主义革命文学 在十七年创造的经验的一种理解 就是我们对农村的叙事的 其实是隐含了强大的一种 历史形态在里面 那么第六讲呢 是讲革命历史叙事的兴起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大家可能在过去都读了很多的 包括从中学 是吧 以及自己读的 你都读了很多的这些 外国文学也好 是吧 这个别国的文学 日本文学也好 印度文学也好 中国文学也好 那么或者中国现代文学也好 那么你读到中国当代文学 你觉得和前子的文学非常不一样 就是它有那么一些 对我们叫做 你们是叫做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 阅读的那些作品 是吧 我们叫做三红一创保林青山 是吧 都是写大 如何领导人民 是吧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是吧 然后取得胜利 都是这种故事 为什么会有这种叙事 是吧 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非常独特的方面 但是我们始终把 社会主义文学的独特的经验 把它作为一个普遍化的经验 来处理 所以这里是我需要去解释的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 是吧 最近几年 那些电视连续剧 什么暗算啊 潜伏啊 是吧 人间正道 是吧 都非常红火 好像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三四十年代 回到了这个国军 国军的时代 好像蒋伟元长又回来了 如果只看电视的话 我们以为是生活在蒋伟元长的时代 那么这一点呢 确实我们需要去重新去理解它 是吧 所以我们虽然说谈的是十七年的文学 但是呢 我们会和我们当下的创作现实的结合起来 那么这个是到了五六年这个双北方针 这个呢 我们会谈两次 有四个特时 这个双北方针呢 是我们会谈 那一九六 一九五六年 这一年度 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经验中 它所起到的作用 以及呢 对今后文学的一种影响 同时呢 在文化上 甚至呢 在这个 在整个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上 一九五六年 它都是划下一道非常清晰的历史界限 第八奖呢 我讲这个集体想象中的超我表达 所以大家中学课本里面读过贺敬之的诗 是吧 那都是阶梯式的 马尔可乌斯基的那种阶梯式 你们读过的是什么 桂林山水 那是它最温和的一首诗 它其他都是那种 啊 东风万里 啊 祖国蓝天 你们现在觉得它这个情感有点虚张声势 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读这种诗 是乐趣澎湃的 所以怎么去理解它 还有就是17年的话剧散文与儿童文学 这个我做一个概述 这个谈一次 还有文革时期的文学 所以大家一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四人帮 是吧 极左路线 八个样板系等等 但事实上对文化大革命呢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呃 我们也可以从政治学的 从文化的 从思想史的角度给出不同的评价 这点我会从这些方面的来进入文学 那么第十一甲呢 我们是谈这个文革后的上半文学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整个的整体的把握呢 是文革前17年的文学 是吧 还有文革时 还有文革 那么 然后呢是文革后 所谓的文革后 大家知道是 以1976年 是吧 粉碎四人帮 这一年 是吧 毛泽东去世 周恩来去世 是吧 然后唐山大地震 是吧 国难啊 是吧 这个国难新邦了 所以国难大难之后呢 这个中国就迎来了这个新时期 是吧 粉碎四人帮之后 中国社会历史的重新的一种变化 所以呢 文学它在那个时代 是处在时代的前列 文学在那个时候 率先表达了时代的这个精神 时代的精神 所以这谈文革后的三本文学 随后呢 有蒙隆诗 其实呢 蒙隆诗甚至比山盘文学还更早 为什么我以这样一种 把山盘文学放在前面呢 山盘文学因为它有非常直接的 针对文革的一种反思 那么蒙隆诗呢 它其实有一个地下的过程 所以它一开始和主流的 这样一个历史呢 是有它的差异的 那么第十三呢 是讲改革文学与知性文学 改革文学呢 大家看一看 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 它是和西方资产集中文学非常不一样 我们和现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是吧 文学呢 甚至呢 在那个年代 它要回答现实的重大的问题 很多工厂的改革开放的 我们今天你们都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是吧 那么来到北大 是吧 来到世界的一流大学 坐在不是一流的教室里面 是吧 但是呢 这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是不是 那么如果是在改革开放前 是吧 只有工农兵才能来这里学习 是吧 你们这些刻苦发愤读书的孩子 你们如果因为家庭出生不好 你们就没有机会 是吧 所以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这个重大的这种决策 重大的历史的变化 很多东西是由文学去冲击历史的难点的 所以你们这一代这个青年 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这样一种历史 但是我想我们通过文学 我们能够接近那段的历史 同时还有知青文学 所以你们现在一说起知青 我敢说这个知青都是你们的父辈 是吧 那么我也是知青 我也是知青 我在知青中算年轻的知青 那么还有老知青 我的同学他们都退休了 是吧 有的已经当了爷爷了 是吧 所以你们一说起知青 是完全老一辈的 但是整整知青一代的作家 他们在这个八十年代 给中国文学的书写了他们的精神历程 书写了他们的历史 这一段是谈这个 那么十四讲呢 我是谈这个 现代派与寻根派 其实这是1985年被称之为这个新潮 85新潮啊 那么中国有现代主义的运动 有文学的思潮 有寻根派 所以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呢 是一个很隆重的一笔 所以八十年代我们称之为文学黄金时代 那么经常呢是指八十年代中期 那种风起云涌的一种历史 随后呢是讲这个先锋派和后现代 那么这一点呢是因为我个人的爱好 所以我会给他这个两个课 两次四个课识 那么我觉得先锋派的文学是八十年代 汉语文学所达到的高峰 那么迄今为止呢 他依然是中国的这样一个汉语文学 所达到的高峰 那么因此我会给予他更多的关注 那么第十六讲呢 我是讲历史区别时期的新写时 与晚生代 这个会讲两次四个课识 第十七讲呢是讲女性主义写作 那么第十八讲呢 我们讲这个转向语词与叙事的第三代诗了 这个这谈的是诗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小说占了很大的比重 但是小说确实是文学的一种主流 那么但是呢 中国八十年代八九十年的诗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这里我谈第三代诗了 那么这有关于话剧 散文与儿童文学 都放在一起来谈 那么第二十讲 是多元分化 于后文学时代的到来 这个多元分化呢 就是讲这个文学呢 已经发生分化了 不只是老中青 同时呢 他有市场的 有纯文学的 有称之为媚俗的 也有称之为严肃的等等 各种说法 还有网络 是吧 还有自由作者等等等等 它变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和八十年代的文学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 当代文学是如何的丰富 如何的复杂 那么二十一讲呢 我是又回到乡土 所以应了我刚才开始说的 那么乡土文学呢 它如何是我们的这个 其实我这还有一个高科技 都没用 对 这个呢 乡土叙事 要回到乡土 它依然构成了 我们当代文学 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 就是最重要的一种写作 我不知道应该把它称之为 用一种什么概念去描述它 因为做类型的划分 显然也不恰当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恰恰在乡土文学的书写中呢 汉语文学在今天 它达到了一种 它的一种境界 我称之为境界 我也不敢说高峰 虽然我和大多数人 可能有点区别 现在我们都说 中国文学不行了 是吧 中国文学的垃圾 顾冰 一个德国的汉学家说 然后说中国文学死了 等等 但是呢 在我看起来 中国文学呢 它还是非常有它的 内在的爆发力 有它的潜力 这不只是说 这个 我们寄望于在座的诸位 是吧 你们中 能够爆发出 世纪的这种大作家 大学问家 是吧 大思想家 而且呢 就是这些书写 现在已有的 汉语文学 在相读叙事中 所取得的成就 我觉得放在 世界文学当中 它都绝不逊色了 特别是2009年 刘正云的这个 一句顶一万句 那么让我非常的震惊 在座呢 你们可能读不下去 是吧 我劝你们 第一遍读不下去 读第二遍 第三遍读不下去呢 那就不是这个小说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了 但是我相信 你会读出一种东西来 当然不只是说 刘正云的一部作品 而是说像贾病娃 莫言 延年科 刘正云 我觉得有四大金刚 是吧 四条汉色 这个能够把 中国文学 汉语文学 这个顶啊 能够扛起来 是吧 当然还有 后面还有更多更多的 作家 是吧 还有更多更多的 这个虽然不扛顶 是吧 他扛鞋锅往调盆 是吧 这个队伍都可以了 是吧 都能够组成一个 浩浩荡荡的队伍 所以这个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汉语文学 是有希望的 好 这个就我把整个课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讲这个序论呢 我是讲 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就是我来讨论 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会有我的角度 大家会知道 现在呢 当代文学史 这个著作 一种说法说 据统计有72本 我不知道我这个 是不是第73本 那么另一种说法说 已经有103本 107 107 到今年为止 有107 所以我不知道 我这个是不是第108 108 108条好汉 那么大家要 所以在这么多的文学史中 怎么去找到自己的道路 是吧 怎么去书写这个文学 这段历史 那么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所以从我的角度 我当然不敢说 在这么七八十部也好 一百多部也好 我的文学史是独树一帜的 这个我王婆卖瓜 脸皮 我还不敢那么厚 但是我想说 就是说我力图去找到 我理解这段文学史的 一种观念 一种方法 是吧 所以 我是找了这么一个角度 我是把它放在一个 现代性的 这样一个历史变化的 一个框架中去理解 在现代性的这个框架中呢 我既看到中国当代文学 它具有新的历史开创的 那种冲动 报复和信念 同时呢 又它在激进的现代性 这样一个冲动底下 它所具有的种种的谬误 和它的失败 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个意义上 去理解中国的当代文学史 所以贯穿于始终的 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说现代性 这是一个什么词 大家这个 很不好理解 是吧 这个词 可能大家 现代主义 现代派 大家都听说现代 但是现代性是什么 那么这个概念呢 其实在文学界 在理论界 学术界到今天为止 都并不是搞得很清楚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会 通过我们这个课程的讨论呢 我会把这个理论的问题 一点一点的展开 而不是急于一下 在理论上概念上 把它解释清楚 当然我开始也会做一些 基本的解释 第一呢 我讲一下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分期 这个因为我们一讲 这个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们会面临这个分期 因为在整个西方的 这样一个文学的结构当中呢 这个没有这样一种划分 是吧 古代的 中古的 现代的 这种划分有 但是没有说 又跑出一个当代 这个当代是什么当代 大家知道在西方 contemporary 有时候它叫往近代 是吧 而我们中国的近代文学的 它原来是指 1840年鸦片战争 到191954运动 是吧 但是现在近代 基本上被淡化了 因为近代的就划归到现代 或者划归到古代去了 所以这个 特别是西方一些搞汉学的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 他不太懂 你们中国为什么在现代 总要搞出一个当代 这个当代是一个什么意思 所以当代 contemporary和这个modern 其实在这个modern里面呢 是可以包括当代的 现在是可以包括当代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区别开来 所以这里面是包含了一种 意识形态的一种含义 是包含了中国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文化 要重新划定 它的历史戒碑的 这样一种意义 所以说到当代 当代和史历史 这是矛盾的 是吧 我们一说当代 大家要知道这个当代 当代 我们说历史是过去 当代是眼下 那么眼下 那怎么能变成历史呢 这本身是矛盾的 所以这就很值得我们去探究 所以唐涛先生 是一个文学史家 原来是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他就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 唐涛先生 他是搞现代文学的 是吧 他不是搞当代文学的 那么 那么他们那个时候 写现代文学 其实也酝酿了很早了 那么在他们看起来 现代文学 从1919 是吧 数下来 那么 叫做新文学 我 conex 优优独播剧的